大家好,我是禮貝 這是我們的新頻道 然後歡迎大家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要開啟全部喔 拜託拜託喔 你就拜託拜託喔 拜託 今天也有 拜託 今天也有 大家好,我是禮貝 你好你好 唉唷,來上你的節目啊 哇,你好你好你好 TALK的時間是不是 對 今天要幹什麼 今天來聊聊日劇好了 現在年輕人都流行韓劇 對啊,我們看日劇 但我們這個年代其實最喜歡看日劇 我們就是日劇迷 對,我們就是都在看日劇 幾乎每一天都在看日劇 日劇是一季一季嘛 我們一季大概都會追十幾部 喔,真的 不用再開玩笑 所以一年會看四十、五十部的日劇 真的耶 已經這樣持續好幾年了 就是從我們結婚前交往到現在 每一年都看四、五 我們已經累積好幾百部日劇了 我都不認識,現在看都認識 都認識,那個演員都認識 我們就每一季跟大家聊聊日劇 一季看十幾部 這個李伯心目中 他每一季最喜歡的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喔 疫情期間嘛 大家在家看日劇啊 追劇嘛 韓劇看完在等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日劇 為什麼喜歡看日劇 因為我覺得他剛剛好很短 就大概十集 十集上下就結束了 再好看就結束 再難看也是十集就結束 可能八集就沒了 有的比較難看 被腰神 腰斬拔子就沒了 好,我們來推薦這個 剛結束的 第一季的 2020年冬季 它的第一季是冬季喔 冬季 剛結束的 李伯有排過他心目中的前五名 直接第一名來了啊 最推薦大家 第一名大家看了 一定會喜歡的 就是那個 戀愛可以持續到天長地久 就是佐藤健啊 就是大家 台灣還蠻流行的 上白石蒙鷹 他們演的 主要我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少女漫畫 我覺得劇情都有來講 有點太少女了 我們沒有要深入講 畢竟大愛大愛 他在幹什麼 就是一個小護士 愛上帥醫師 然後最後拔到他的故事 就這樣 對,小護士拔到帥醫師 然後就一直看佐藤健在耍帥這樣 我是覺得這不是我的第一名 劇情我也覺得還好 因為是佐藤健演 所以看得下去 對,真的 忍其他如果拆了嘎拉鹽 這部就不好看 不紅了 拆到這久演我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要帥看也可以 你的第一名 第二名咧 特修師之傳 這是我的第一名 我覺得這一季 這一部最好看 是那個 竹內良真演的 正我們還真強的 龍昌奈奈奈 少爺樹里 林木亮平演他爸 這部簡單來說 就是他爸被冤枉 成殺人兇手 然後穿越到三十年前 你去幫他爸 平凡 的一個故事 然後這個精彩的時候 我覺得到最後 你還就是猜不出來 兇手是誰 對,很多戲 你可能看了前幾集 大概就猜出來了 你大概知道兇手是誰 但到後面 這一部是你猜不到 到第九集 你可能猜 都猜不到 他就是故意讓你猜不到 所以還蠻好看的 蠻好看的 蠻好看的 這是來拍的 真的很棒耶 他的畫面 我看到他導演是 捲穿石滑 喔 華麗的畫面 真的很華麗 太好看了 然後他就在講一個 一個素人 然後透過 因為instagram 變成紅人的 整個心路歷程 變好又不好 對 然後裡面也是陣容堅強 中導美加 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這個好看 然後很多大咖的都會突然 客串一下 比如說那個水源溪子 突然就客串了一下 每一集都有那種大咖來客串 對 Netflix的 看日劇其實很多管道 Netflix是一個 啊Netflix每劇比較多嘛 你在那個 KKTV 還是那個Friday 都可以看 沒有沒有業配 沒有在業配 沒有在業配 但因為現在很多 免費的被抄掉 對 很多免費被抄掉 很多問我說我都去哪裡看 其實很多正版的可以看 那畫質還好很多 付一點錢 就是一兩百塊 第四名 封采腦外科醫師的條件 哎呀 天海又西演的 天海又西 其實就是品質保證 對阿 我覺得他蠻會演的 他就是醫療劇 他在講腦內科 我覺得他蠻有趣的是 他每一集 你都會認識一種 很罕見的集 然後他每一集都有兩個分支 我們那個日劇每一集 可能就一個故事 有常常都知道 但你不會看得演話亂亂 非常的清楚 你可以認識這個疾病 對 然後同時又在講一些人生的一些道理 然後他們怎麼去克服 對 很棒 這是第四名 好看 第五名 不知道就好的事 是這個極高尤里子演的 阿美阿 對 因為他們的戲我們幾乎都有看 只有我們東京白日夢 那個都有看 滿好看的 他就在講一個爆料記者 週刊記者的故事 每一集都會介紹 哦 就爆料了誰 然後這個報導 然後我們在看新聞那個背後 記者在想什麼 日劇都這樣 每一集 有一個故事 但整部會有自己他的一個大故事 一個串連起來 這個也好看 哇主要是看 女主角吸引人 也是會員 我們看日劇很重要 看男主角或女主角 如果三下之友有 我一定追 必看牧村必追 對不對 還是這個十月里美 必追 有幾個一定是必追的 對 這是前五名 推薦給大家 但其實有好幾部都還不錯 我們還是看很多 還有很多 接下來推薦這一部是 行事與檢視 哦 這部也蠻好笑的 也刑警片 刑警片 日劇最常有 每一季都有 這屬於比較不用動腦的片 對 比較輕鬆 童骨健態 東出昌大 就一個是檢察官 一個是刑警的故事 我們可能一般都覺得 他們都是一樣的 但他會去顯示 他們是不一樣的 對 檢察官在想什麼 刑警在想什麼 對 整個犯案過程 算輕鬆有趣啦 不會覺得很沉悶 有的是太沉悶 但自己好像 以後來被腰斬 因為這個東出昌大 有 婚外親 對 另外還有這個 只有我是十七歲的世界 哦這也不錯 一開始沒有看 我是看到那個 女主角我開始追的 是這樣子 翻瘋萬里醬 是他推薦我開始追的 對 那就是我的菜 男主角是帥 左野擁斗 也是帥的 很日本的那種 學生 學生戀愛一片 就有一個人在十七歲的時候死掉 可是過了幾年後 他突然復活 然後完成當年的那一段感情 哇 唯美 他畫面整個就很日本 我喜歡看他的場景很美 很景的他拍得很美 他在哪裡啊 長野 長野 對 一顆很大的櫻花樹 我們來查了一下 可不可以去那裡玩 有點困難 有點困難 太鄉下了 很唯美的一部戲 再來一部也是因為 女主角 冰冰冰美波這個偽政破結疆 蠻可愛的 很可愛啊 就是每一集都在破結一個不在場證明 有刑事案件 對 他是一個鐘錶店的老闆 非常值得一看 他都用一些時間軸 時間續去推理的 喜歡看冰冰美波的 可以看 接海這一部 十的秘密 向井裡 跟這個仲監有機會 兩個實力派演員的 十的秘密 在講一家人的故事 我以為是十個秘密 我以為是十的秘密 這十年前 對 到十年後 老婆突然離家出走 然後發生一連串的事情 奇怪的事 奇怪的事情 十的秘密 有點像是破解 對 就是男主角慢慢去破解 破解 破解這些秘密 奇怪 怎麼那麼多秘密 他都不知道 然後到最後已經是Happy Ending 日劇通常都是Happy Ending 大部分都是 這部也可以 還有另外一部醫療局 Live 松下奈婿跟母孫加奶 在講癌症 他很探討一些生命的課題 然後都會 要怎麼去面對 怎麼去面對 然後看完覺得 喔 身體健康真好 而且有些真的會治癒 也會很開心 但有些真的也是 喔 就沒辦法 但怎麼去面對 很多生命的課題 那這一部是比較溫馨一點 嗯 說也比較沉重一點 他就沒有男骨腳 就兩個女生的故事 對 比較會去省私 對 那如果你要看比較輕鬆的醫療劇 就是前面的天海又西那一部 最後一部要推薦的 是我有看完 你沒看完的 HOME ROOT 班會 這超奇怪的 他一直叫我看 我看了一集 我整個把它吞完了 好 欸 後面很好看 這個 三田玉桂演的 很好看 他就在講一個 男老師喜歡的女學生 然後每天都會把他迷昏之後 他就會裸體 躲到他床底下 每天晚上去看他家 因為他被迷昏了 所以幫他梳頭 然後幫他拍照 裸體的老師 那不是跟他幹嘛 就跟他講 有趣吧 有趣 太有趣了 這個好像漫畫改編了 班會 我覺得這 我非常推薦大家可以看 以上 就這一季 推薦大家可以看 我們有看完的 有看完的 有追完的 有幾部我們有看了幾集 就沒有吞不下去 吞不下去 吞不完的 也推薦給大家 大家口味不同 如果大家沒時間的話 就可以 不要浪費時間 沒吞完的第一部是 災不白不黑的世界 熊貓笑人 我還把第一集看完 我們第一集看完 我看他睡著 橫濱流星演的喔 對 我看到橫濱流星 想說 可以喔 然後跟這個親野 蔡明 也是梅仔喔 前幾集有演那個 我是大哥大 很好笑 而且台灣好像有勁耶 我吞不完 我不在創他想 對 太奇怪了 就是 就是也是案件 然後有個正義使者 熊貓忍出來 女人在變熊貓人 然後破案 太普通了 這我吞不下去 然後還有一部醫療片 是請別在病房裡面送經 其實是一盆明英跟松鼓美劑 都是大發言的喔 沒看完 對 他就是一個和尚當醫生的故事 但也沒有太有和尚的特色 也沒有 他特色也沒出來 他是急診醫師 但每一個案例又沒有很精彩 對 就沒有再繼續 就吞不下去 就放棄了 然後還有一部老爸的第二春也看了四五集吧 這個我是可以繼續看 但他覺得還好 我不行 小澤真月跟這個卓蒂舞舞雅 大家都知道那個胖子就是演一些搞笑的 媽媽死了 然後突然復活變個胖子 胖大叔跟那個老爸 團年愛的故事 他爸因為太太愛他媽了 所以大概在一兩集內就接受 就接受了 然後就看他們兩個談天愛 就我都吞不下去 我覺得大叔之愛比較養眼一點 田中歸眼的我整個就會吞完 這上部我們沒有吞完 就吞不下去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介紹的上一季 冬季的日劇 歡迎下面留言跟我們討論 分享 新的這一季我們已經努力在 我覺得也可以我們新的新一季如果都有看一兩集 就可以出來拍一集跟大家聊 先前面我們覺得怎樣 我們開始追的 推薦大家可以開始追 因為有些人喜歡一集一集追 有人說是因為看我的線動 然後去追那個 佐藤劍 佐藤劍耶 對 因為我們身邊很少朋友在看日劇 大家都跟我們討論韓劇 沒有在看韓劇耶 日劇也沒有在看 我也看日劇耶 很小眾 我們不管我們就是在李肥頻道我們都要聊日劇 我們新日劇童號來 來 他很多其實我覺得蠻好 很多都在二三十分鐘一集 你剛有吃的飯 有的是短的 然後正常的就是四十五分 我們就結束了 大概你吃飯的時間 所以我們一個晚上可能就看兩部 一季追一個十幾步 好可憐 但有的人會喜歡就是一口氣追十幾這樣 對 就等他結束再回去 再去追 前面上一季的推薦的前幾名 大家可以去追看看 好 精彩 希望所有日劇童號可以跟我們一起討論起來 好 沒有看的也可以看看 對 而且聽第二季的春季的也很精彩喔 有那個 十元梨美 十元梨美 木村拓栽 還有半折折數第二季 就出來了 哇 然後疫情影響 然後很多大片 全部延期 對 因為拍攝會影響 所以大家可以先追上一季的 然後有出來的也可以先看一下 對 我們之後再跟媽媽大家討論 好大家如果喜歡呢 可以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 按喜歡訂閱分享喔 好 記得訂閱一下好不好 訂閱起來 謝謝 好不好 不管我們就是要聊日劇 不管 不管 我們就是要聊日劇 日劇最好看 日劇沒有比較正 我韓劇看每一個長得差不多 是你這麼覺得 我真的看不出來她跟女豬腳長得差不多 我還是比較喜歡日劇 我還是比較喜歡日劇